所謂的創業 其實就兩種東西 有一個問題 你有好的解決方案 或者有一個問題 有人有解決方案 但你有更好的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基礎 去跨了很多領域 是比較好玩的事情 最焦慮的那一年 那一年就是大概22歲 一整年了 要考 所謂的研究所 出國考試 我們每一天都不知道 自己在忙什麼 剛好在那一年 看很多資料 知道有co-working space 同一個時間點 現在的partner 就是那時候 在做一些氣候變成 相關的NGO的管理 所以他就問我們說 商業面的策略規劃 怎麼運用在 這個climate change的issue 那當然 年輕人都充滿理想 就覺得能 賺錢又做好事 何樂不為 所以我們就開始 創了那個Plan B 現在這間公司 就很多的朋友們都會講 設計是解決問題 這是對 可是設計配上某一個思維 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就設計也可以造成問題 特別這間公司在用的時候 一開始是很明確 在做永續發展的策略規劃 像氣候變遷 水資源 土地資源這種 一直到教育 貧富差距 然後到網絡合作 最近開始要做比較大型的 所謂的share living space 就是共產的住民空 住家的空間 是因為我們覺得空間 是一個中心的載體 如果大家開始把 所謂的不動產業 開始當一個內容產業在看待 我覺得那是會很大的一個革命 會出現 台北市有非常多50坪以下的限制空間 所以我們就有興趣把這個空間 就把火化做其他的價值 在古廷那個地方第一次做 一直到後來我們就做這個東西很成功 得了好多獎項 大家都說這個就是解決城市中 限制空間沒有被善用的一個解法 所以市府就問我們說 你們這個park up計劃很優秀 有沒有機會在公園的郵劇 也去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樹德公園那個地方就講嬰兒色 它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區域 宮廟有很多在旁邊 然後我就去看 哇 到處都垃圾 我想說這個很有挑戰 這邊要做遊具誰會來玩 所以我們就開始研究模組畫 模組畫其實就是 一根木柱就可以玩 其實小孩子很會玩 你一定要一根木柱 他繞著跑玩一二三木頭輪 兩個木柱變成線 三根木柱是面了 就更多的玩 結果沒想到一做 哇 公園開始變乾淨了 原本垃圾的地方不存在了 然後媽媽們可以開始在那邊演唱了 因為小孩子一直帶過來這邊玩 因為變很有名的一個遊樂場 整個地方就開始改造非常好 六十六個木柱就改變了整個區域 DIT當時就講 就是我們當時的人變多了 我需要一個大型辦公空間 可是站在永續發展的策略思維 我去租新的辦公大樓 有一點打自己臉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 舊的空間怎麼活化 產生其他價值 所以我們就把中山足球場租下來 從一個三十平的空間 變一個一千多坪的 大型的康律座 所以現在整個CIT 大概有七十二間公司 大概每天有四五百人在那邊工作 坦白講我們在做辦公室的繪畫的時候 在策展的邏輯上面用了很多 但是我們做過策展 動性很重要 因為發現我們有一個主幹道 裡面一間一間都是一個小社區 那為什麼廁所在最後面 而且我這個地方有一個重點是交流 你去廁所就交流 就這個機會你需要創造給他們 我覺得推翻自己很重要 我讓公司準備好一件事是 每兩年就是跨一個新的領域 每五年直接大轉換 因為你在某一個領域打完帶久 你視野會越來越小 你必須讓你自己 你要深於油緩 視野安冷 讓自己一直去跳 但你不要放掉以前的 可是我覺得 你把握當下這一刻 然後你去了解每一次的為什麼 你就沒有什麼好 去抱怨挫折或是失敗的事情 我以前確實都會覺得 以前哪個年代多好 我後來也理解到 其實每個年代 都有自己的黃金年代 重點是你有沒有看到 我離開了 我不會看到你 你為什麼想不久 你不要放下 你又不會放下